朋友就問一些高息股 他說加息會不會對它們有影響 那我拿兩隻 就是941、中移動和6823的 941和6823? 是的 哦 即是他就by這個高息的概念 但是加息的話會不會對它們有影響呢? 那個影響就是說那個息率 令它變相地沒有那麼吸引 但是其實那個衝擊性 即是相對的吸引程度 那個衝擊性應該不大 因為說你的問題的利率加了多少呢? 這個活期存款 我相信未來兩三年 有段時間都加不到上去一里左右 你定期很久 有段時間都用不到兩里 即現在說的是有個加息不快度 但是不是很急 說明年 即是大家以本港為例 都是跟美國的一回合回率 原主國下年最多都是三次的 都不會多過一里流商 所以說實際上 你講這些高息 有差不多是六里左右 影響性不大 主要都是看基本人數 香港寬頻的圖向下 原因就是香港那些固忘 寬頻 或者那些數據流量上面 有個轉差的趨勢 業績上面也在反映上客量轉差 這個跟經濟活動有關 所以你不會想 就不是一個息率問題 現在未來香港電信 即是六八二三 面對著一個問題就是 以往派到六里而已 有沒有業績轉差 派不到那麼高息 在擔心的那樣的 那個股價就在破一些位置 那個up trend結束了 你不要去股底了 所以暫時說 你想也不會想六八二三 所以問題來的市況 你還是繼續要買的 941有個比較大的防守性在那裡 那你就用回46元來做止設 這些位置博 但是看了多少 都是看48、49左右 所以悶悶你去炒 在這個市況上可以的 但是也不會有些很誇張的簽罪 會迫害到的 是 好